我們畫的東西就不用解太多了 那就加速了 這兩件呢 我下個Shadow 內置的Shadow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0.36 不適合我 我想是14 這個是Burr 8 我深淺色是16 那我20 其實都是很少的 漸變不是很明顯的 然後呢 我想做多粒圓形 用來做那個P制 看影片 放在這裡 這顆P制 譬如你看到73 我們通常都盡量打整數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什麼EU 要Aline 要財源2 你盡量用多雙數的位置 即是不要用單數 就好一點的 後來會經常多了些0.5 0.5 這顆呢 這顆我想用這個顏色 我就選一選它就可以了 記住 Stroke Color 但Border 經常要自己吃掉它 不要Border 沒有Border 沒有Border 那這裡呢 我想做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可以做而已 就這樣畫 就可以畫到的 小小粒可以了 不用太大 按Shift 然後呢 這裡就90度 然後呢 Border不要了 白色OK的 這件東西 記住 按Shift和這兩件東西 上下左右分租 不過記住 分租之後 這個面積和這個面積 是大於這個面積 所以它會覺得 歪了它左手邊 那麼你起碼呢 按兩下 箭咀呢 讓它移回正中間 這樣就好一點了 這件東西呢 我也想做Shadow 那你當然啦 你可以用回這裡 打回剛才達數 你也可以這樣做的 你按一下這件東西 Copy它 我用Command C 你自己來吧 然後Paste Appearance 給它 然後呢 才把Fill Color 改成色 那我就省一點時間 不用做剛才 Shadow那些數值了 這件東西 和這件東西 是一粒Button 理論上 Button 會翻用翻用 如果你要改的時候 理論上 就應該一起改的 譬如我想這個 三個型 大家小一點 應該整個Document 所以這一粒Button 就應該是一個Component 來的了 明白嗎 那麼 記住呢 一定要改名 不改名 你會很亂的 因為有些時候 看得不清楚 這個Component 這個小的Icon 那麼 做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下字了 我就用英文字工具 今天呢 我不會教太多功能 我都是分開 每日適應一些 這個Trackout 剛才改了一些東西 我呢 我呢 想Condensable 另外呢 我想它呢 是白色 那 那 就 字體呢 我就想細小小的 那 就 24 可以嗎 24 漂亮嗎 那 24也不錯 那 這個呢 我想呢 都做過少少Drop Shadow 用Defone 那我呢 就tick了一個Shadow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不跟足 就可以這樣 1 2 5 深一點 20 那 你不喜歡可以不下 這些沒什麼所謂 不過呢 這件東西呢 同這件東西呢 記住了 都是分中 分中的 我看清楚啊 我怕是不對 因為有很多藍色 分中 然後呢 分好了中呢 記住這個英文字 因為呢 它是分中的 所以你必須選擇分中的 那這個呢 可以打一個過來 然後叫它 左右分中 上下分中 然後呢 改字就可以了 那我就叫做 譬如 Total U.S 那 就 多少錢啊 不知道啊 22元 那我打了這個 US22之後呢 那我就覺得呢 有點密的 當然 你可以全部改 你可以呢 只一個改 都可以 我這兩個 一起改的 你可以在AV這個位置 打個大一點的數值 讓它疏一點 好看一點 不改都可以的 那這個呢 我又做完了 那 那因為呢 這個check out 這兩顆呢 我都當是一些 不停地處理的 將來 那但是呢 我今天呢 這兩個就不做component 那這兩個呢 那這兩個呢 就是它 就是它 那這個就叫做 那這個就叫做 check out button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都是啦 叫做 price 那如果呢 你全部都是不停的話呢 你可以通常不停的字 但是呢 XD有個好處呢 就是呢 它呢 是可以menu sort的 看到嗎 它不會跟名的 那所以沒有所謂的 那這兩個呢 就做了兩個component 那然後呢 那 有著這個樣子之後呢 我就發覺 那些色呢 不是很合心 那我現在改就很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一選edit呢 我一改色呢 就會跟著改的了 如果我的eye dropper裡面 到處找一下 找一下 找個mon的一些色呢 一讀呢 它就會跟著改的了 這個也是啦 edit 你可以隨便改的 一改一改 如果我用eye dropper的話呢 我又可以在一些位置 吸我喜歡的色 那就是如此類推 這個也是啦 edit 然後用eye dropper 那又是跟著找一些我想要的色 跟著改 那這個呢 就是我真的要的顏色 明明呢 color 如何處理 應該明白 component 就知道如何處理 那我們呢 一會兒再做中間的部分 就完成了我們的detail page